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刚才有小S的味道 这就是康星来了嘛 做大腿摸胸了 不过咱们这个做法 我看她只能盘着腿在这儿做 当观音什么 让我们拜一拜 这个又婷真的是 好像最近生活也是有一些起色 不是起色 我不是说你原来倒霉 有一些变动 大家从你的着装看出来了 上次你在这儿亮相 你真的赢得全球华人观众的叫好 说是又婷今天穿的真是清水出芙蓉 这个清水把裸肩一直裸到这个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 今天就看一边就回来了 另外一边还留着 但另外一边就回来了 又婷魔鬼的身材 天使的脸孔 你一看你只会想到说 谢谢 很可爱 没错 今天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要说你最近 穿衬衫的品位也是越来越好了 你看这衬衫是有领的 还是没秀 没有 你说上次是平的吗 今天就穿一边回来 我们下次就更保守 好了 把秘密告诉观众了 别致 我们的颜值全靠你了 没有 那么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事情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又婷刚从台湾来 她带回来了这个Angela Beebe 到底是否整容的消息 是吗 哪是台湾 从北京华下知道了 对 北京方向把那个透视片发出来了 但是你们台湾一个整形医生指出 指出什么 我没有看 我等着你跟我说呢 指出什么 指出他整了 他是怀疑 他说 看到那个X光的片 是说好像说 他那个鼻鼓 对 说有那个 可是他讲得非常稳当 他说 因为那个影像也很模糊 所以他只是猜而已 我说那个医生 台湾的医生 所以他也不确定 就是台湾就把新闻报 可是我觉得这个假如你说整形这个 我觉得 怎么讲呢 不管整跟不整 我不太理解 他为什么要去检查公布 因为整形 因为法越建议 因为他去告了别人 他就笨嘛 他又把自己逼到要墙角 因为我觉得整形是有道德的 不管你有整没整 我干嘛要告诉你 要让人家猜 有没有 让人家猜才有美感 这种变魔术 有没有 变魔术 我们都知道是假的 OK 可是你就好像真真假假 我猜你怎么变 怎么假的那么像真 我觉得这是整形的道德 这方面道德标兵是谁呢 迈克尔杰克逊 你看 他老是留给你一个遗云 我就整了 没整了 我又承认一点 我又否认一点 他永远 这叫superstar 就是他永远在云雾中 那我就乱同了 还是没乱同 是吗 所以我说 说这意思 就是你不相信的人 永远都不相信 相信你安吉拉贝贝 就是去做了 结果那些不信的人 就说医生讲的是什么 医生讲的是 没有发现做了的痕迹 医生总是讲话很科学的 说我没有发现痕迹 然后我发现你们台湾 整容医生挺损的 你们台湾的医生在那说 说不是所有的整容 都能发现痕迹的哦 这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说你打针什么 那你发现得了痕迹吗 现在打很多围整形 都是打针啊 针孔算是痕迹吗 针孔你看不出来的啊 你打了哪里 像我现在可能也不知道 你打了哪里 是吧 我准备 我有的朋友 就是很多 我的这个同龄人啊 嘉辉就已经做过了 就是 我没做过 我一直想做 一直不敢做 眼袋 真的啊 抽这个眼袋 我帮你们组团去台湾做 是 我已经打听过了 我打听到我老婆都烦了 每次我老婆回台湾 我说你替我打听 比价 看哪里稳当 他每次他花了几天 在台湾拿了一堆材料给我 我说这样 一来很贵 二来很痛 我就不要 我已经问了好 好几年了 可是说回Andra Baby 我觉得除了道德问题啊 还有一个很 很笨啊 很不明智 是说 好吧 就算你今天没整 明年呢 五年后呢 十年后呢 因为他今天反应那么大 好像是说 整形是有什么 不对不妥当的地方 人会变老的嘛 你特别做show business 与演艺圈的 你要见人嘛 你今天不整 你五年后整不整 十年后整不整 你今天把自己 站在那个位置啊 你没有 把话说死了 对 转不了身啊 非常非常蠢啊 所以我现在看 这个娱乐八卦啊 我觉得我都能 看出点内幕了 就是啊 一个人做出一个宣布 不奇怪 但是往往在什么地方 你能够去 去猜测内幕呢 你就看他的时机 他的方式 就最近这个娱乐新闻的 很多事 你就看这个行为人啊 就说他做出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呢 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做这件事情 以及呢 在一个什么样的时机 做这件事情 往往这个里头啊 有背后不可告人的 就瞎说 我就说人黄晓明 我还是选择相信啊 人黄晓明就是说 说我也本来没让 Angela baby去 他说但是小姑娘 就是着急 但是你看 是不是女人 她婚后 就有一个 马上要要公开证明 自己是脸是真的 这么一种迫切需要呢 我觉得正好法院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 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然后我一直认为 一个艺人 尤其在现在狗仔队 这么猖狂 或者是社交媒体 这么发达的今天 艺人的一举动 他自己也知道 都是商机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今天去医院 当然我就打着一个大旗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是要证明 这个我很 很很很 没有整形 但是我觉得背后 他带着那么多媒体去 就跟他的婚礼一样 他是一个医院 我也不懂 为什么你允许 这么多家的媒体 带着摄影机就进去 拍完整一个过程 我不理解 他就是让媒体 人家做公证 当年范冰冰 也是领着摄像机进去的 我不懂 就是在内地是不是可以 但是在台湾 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 任何一家医院 尤其越大的医院 它越不可能 让你的摄影机进去 不管任何理由 更何况 我不知道台湾的法律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建议 但是我以前在台湾 跑医疗新闻的时候 我的摄影机都是 对不起 我是那时候 都要偷偷带进去 我都装病人 然后我什么针口 或者是说 不然就是医院的记者发布会 不可能像这样 什么浩浩荡荡 像开个什么 这就是个娱乐综艺秀 这跟真人秀 有什么两样 就是个真人秀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秀 如果我今天去验证 又可以 当然我相信 你已经知道结果 你才会去 你去了以后 然后你让几百 几十家媒体 几百家的转发 在一天之内 只有你Android Baby 我也做 那这背后 我可以带多大的商机啊 我今天在用美图 美图秀 美图那个相机 美颜相机照相的时候 今天代言人是他 我用了美 我每天在用 但是我今天看到他的广告 我开始觉得Android Baby 无所不在 就是从他结婚之后 结婚之前 已经开始慢慢铺垫 结婚之后 他觉得没有一件事 没有他 那聪明啊 这件事聪明 就是 对啊 那我觉得这就是个效应 所以大家不用去在意 他是不是真的假 对我来说 这个秀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可是在叫秀背后 我说 说回来还是要佩服他的勇气 因为假如 不管我们不要什么阴谋论 我刚刚有点开玩笑了 说回去 他是为了官司 我就是不服气 我没整 你说我整 我就是证明给你看 当然是很危险 因为像我说 你今天没整 你明天可能整过 那网友可以 每天都要求你去检查 检查一次 所以非常危险 检查完了 那赶走媒体 就在那一人 先开始找 不过一人 现在你怎么知道 你会红 对不起啊 我希望安装背 你很红 很多年 像康熙来了 那你真的不知道 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钱我先拿到 这个知名度 我能靠这个延伸 一天是一天 没错 小S的位置 已经有人这个替代了 是吧 你来 贝贝 我们也计划好 所以又停 都把铺垫都做好 以后我们就靠你了 他们退出之后 没有 你还要跟 哥们要杀 我粉丝要杀 这个我是说啊 还有政治疑云 你觉得在今天的中国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有过去的 这个党的媒体 但是问题在于呢 你比如中央电视台 各省的电视台 它这个里边啊 实际是有 都有一个内在的矛盾的 比方说 如果真是属于党和政府的媒体 那么你怎么会做广告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你怎么会要收视率 你怎么会要盈利 于是呢 那么你可能同一张报纸 第一版的第一条 是党的声音 但是可能第四版的第一条 就是钱的声音 你说这个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 拼贴 你比如说黄晓明 这个婚礼 好 一下子就说人民日报 前一阵闹的 就是最近黄晓明 在一个场合 已经正式回应了 就是说 听说党报批评你啊 说你们缺乏社会责任感啊 弄一个婚礼 造成上海堵塞 对吧 两个亿 这个带坏社会风气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 据黄晓明说 黄晓明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党的声音啊 就说这是人 据说是一个人民日报的署名叫什么玩意来着 署名姓陈的一个啊 就陈向阳 说是一个记者 内部手稿被流传开 有人居心叵测 所以这个黄晓明 这个就是说了 说一来是习惯 二来我凭自己干干净净挣来的钱 半场婚礼 没觉得是一个什么不应该的 呃 事情 而且呢 你看 所以这我觉得这有有意思啊 先说人民日报啊 点名批评黄晓明 随后呢 就传出传闻 就这几年咱们熟悉的被央视封杀 被官媒封杀啊 爆料不断 可是呢 第二天 黄晓明又以得意双心的中青年艺术家身份 受邀出席了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 并在新闻联播中亮相 你说哎 这两件事 咱们先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吃下广告 哎 又婷 你说像这个黄晓明他所说的这样啊 女孩子幸福吗 就是他说我就想给我这个老婆一个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婚礼 是吧 造成上海塞车的一个婚礼 你你觉得如果你作为这个新娘 可能当时 我像女孩子没有不喜欢的 就是他这么昭告天下 尤其是这么多人爱他的男生 对不对 女孩子好像最爱昭告天下 对不对 就是安全感跟虚荣感 这是最明显 我觉得说每个人就可想而知 我一直不理解 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这个人类求偶行动当中的这件事情 是为什么你看大学校园里这个跟女孩求爱还是求婚 呃能够传为美谈的必须是有广场公司公公判就是围观 因为在操场上哎呀一大堆全班同学或者是在在外滩 好像一定要让男人当着全世界求这一世才算完满 这人类这是一个什么毛病 没有一般动物也这样吧 你看有些动物求偶也是叫叫的特别大声的 舞跳的特别夸张的 那个才会求求爱成功是吧 那不会吧 那家伙你要一个星星周围 那你再把其他星星招来 那就打起来了 就很多竞争者的时候通常是那个最最彰显的 那个会获得求爱的那个最后胜利者 那都会把其他人打跑了 都有啊 也有打跑的也有就是吸引注意的嘛 行咱别说畜生就说人 这么说人还是说你 对我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我也说如果我要什么求婚什么的 千万不要什么把我爸妈找来 千万不要把我朋友找来 千万不要在餐厅里面 就是就是一个你我俩知道的感觉就好 不要就是众人为观 say yes say yes那种 我觉得很尴尬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嗯就 那表示你还没找到真爱 真的你找到真爱的时候 因为爱啊我们说至少是目前社会的爱 就被 那毛老师你求婚的时候是公开的吗 我先说爱爱爱的问题 这时候变成一个就是那个 要独占战友嘛 对所以你其实文韬我感觉他不是不明白 是不能接受 所以你当然明白啊 就像说动物性一点 就是猎人跟打猎的关系嘛 猎人难的要去追 然后猎物他是非常快乐的猎物 我被追到了让大家看哈 我跟这个猎人之间建立关系 然后呢爱呢是独占的嘛 爱的独占的背后也有生理的基础嘛 要要占了我这样 然后他就要上全世界说 哎我们这一段爱情是独一无二的 等等 这种女生被被建立起来的想法 所以他我感觉不是不明白嘛 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黄晓明这样讲 我觉得Angela Baby他很高兴嘛 那他心地好 假如是给我的回应 我就说好 感谢党的指导 我下回结婚呢 不会这样子 他马上离婚 Angela Baby 结婚我准备花身为艺 我必须要说身为艺人 可能有很多无奈 我不知道黄晓明当初是不是就 那个目标就是这么大 可是有时候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这是加进来的 也就是说 我相信他的知名度 一定有多少的这个杯子啊 茶 这个饮料啊 要麻烦你说 哎这个平常签了这么长的约 你是不是应该在你婚礼当中的时候呢 露一露面 那我为了要讲茶 我为了要讲这张纸 就全部这加一加 那个时间变很长啊 或者是这场面就要变很大 以及我不得不必须要让所有的媒体都报道到 因为我才对得起我的广告商嘛 所以如果你的婚礼里面 加了这些赞助 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艺人到最后也没想到 会得这么大 可能他这中间 我加了A 不能加B 不能少B 我请了你不能少他 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婚礼 应该都会运到的 宾客名单也很难 他们说这宾客名单像颁奖典礼一样 那他可能想一想 我在这边还要混啊 我们两个都是业一圈的人 我怎么能够关起 要嘛就是完全没有 就我俩 但可能他们不想要这么低调的婚礼 所以他们说像周杰伦一样 他们说周杰伦的婚礼是办给昆林的 所以黄晓明的婚礼是办给媒体的吧 不然你就跟周杰伦一样这么有形 对不对 我就躲到英国 回来只放事后的 你觉得黄晓明聪明还是baby聪明 你说这两个谁聪明啊 不是我就问你 你觉得黄晓明是个聪明人吗 为什么要问聪明不聪明啊 你说在这婚礼里面 选职结婚聪明 不是就平常这个人 很多这个偶像派啊 有些人比较憨的 有些人是特精明的 你你你对他的直觉 你觉得他是个精明的 还是个比较老实朴实的 应该是精明的吧 那看跟谁比嘛 假如说像 跟baby比就不算结婚了 对啊 假如像他的地位身份那么多的 对不对 所有女生看到他 他咬手指头的 对 那你可以说 能够被一个女人 法理 愿意这么爱他 你相对 当然就说他聪明精明 可是当爱里面 谈到爱里面 这个都不算了 没有说精明不精明 我说这是真爱 不是为了某些理由结婚的 当然就是所谓爱 我常说就是在意 我在意对方的高兴 假如我觉得 我不管是办个 一千万一百万 十万块的婚礼 对方高兴 英文就 put a smile on her face 在他脸上放个笑容 那我就爱 我就爱 我就感觉好 这个而且就是 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啊 这个婚礼啊 他实际上是没谱的 对吗 你呃就是像民国的时候 那婚礼怎么办 这个明朝的时候婚礼怎么办 他是有个谱 就像今天西方的这种教堂的婚礼 咱们今天呢 就是没 也不要说什么不靠谱 根本就没谱 所以呢 中国式的婚礼啊 你发现没有 变成一种乱炖 杂货菜 就是一种 你弄不清 然后呢 对 我你知道我主持过一场婚礼呢 是说是什么 呃 特别有钱的一个土豪 对不起 不要说土豪 企业家 然后娶了一个主持人 这样子 然后呢 娶了一个主持人 然后呢 就请了我们去主持婚礼 然后我是不认识大家 我是被请过去的 可能他就是 学的凤凰卫视的这个 title还不错 然后我们主持到中间 不是叫新郎 致辞吗 对 然后他一致辞的时候 哎 大屏幕落下来了 然后我想说呢 要放什么两个人相爱影片 什么之类的吧 没有 是公司企业 PowerPoint 他就开始说 各位 我现在就是 我是身为几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我现在旗下有多少员工 这一桌是哪一个员工 这一桌是哪里 我的兄弟多少 我们两个从这个 可能中学毕业 就开始打拼事业 那内地的 打拼事业到现在 所以呢 赵宝要不要担心 因为我这么多员工 我的股票目前的市值 有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呢 希望就是 我一定可以给他 很好的未来什么的 用PowerPoint 然后我觉得 这应该招商会 或者是什么 上市 股东上市大会之类的 这倒很真实 这倒很真实 我这么有钱 不会亏待他的 对 不会亏待他 最后的结论就是 不要担心 我不会亏待他 什么样的人 娶到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就听起来 一些太可怕了 结论前面都算了 我碰到有些生意人 他利用所有的管道 来做生意 像我也会在我婚礼打书 各位 我刚出来这两本书 买一下 可是那个结论比较奇怪 因为我怎么怎么成功 所以我不会亏待他 那等于是 羞辱里的对方 他是为了嫁你的吗 他不是为了爱吗 说难听一点 像张爱玲说 那难道是强起了卖淫吗 对啊 那我觉得非常 最后是满倒胃口的 所以那天我就看这句话 因为过去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就是耍流亡 那么下一句是什么 那么要是仅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难道是做买卖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也不能眼睛光盯着这个黄晓明的婚礼 也应该看到普通中国人的婚礼 诶 又婷我给你看一下 前两天我们山东 山东街头的一个婚礼 你看这是新郎 尺度好大 你看他下半是被扒的 就是被扒掉的 就是婚礼 就要扒剩下他的这个内裤 然后让他这样接新娘 你看 这个 好 当然他也反抗了 对吧 显然他是有备而来 是穿红内裤 对对对 你倒是聪明 然后你再看下边 应该是有被兄弟预告的 对就一定要这么玩 当时是室外温度是9度 他就穿着这个红内裤 我怎么觉得想接去拍AV的 他怎么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是姐妹玩新郎 对 现在是他们是兄弟玩新郎 兄弟玩新郎 哎呦那中国现在玩的那个 都有那个跳楼的 第二天新娘就跳楼了 就是就是那种啊 就哗把新娘那个全身 把新郎新娘两个人脱光了衣服 塞在那个被窝里闹心房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哗 就把被子给掀开了 天哪 然后来这个这个这个新娘羞愤 玩过了 跳楼都有 我听过一个也是蛮蛮蛮 蛮蛮我觉得像戏剧话 但是是我朋友参加的 他说他去参加了一个婚姻在香港 然后呢 这个新娘一样致辞的时候 就是说 请所有的宾客现在往你的这个椅子底下 我们准备了 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大家 那东西拿出来是他老公 跟他最好朋友的那个偷情照片 然后他就刚才讲说 你让我在 因为他 他说这个显然这个秘密只有我不知道 所以呢 你让我在所有的朋友面前丢脸 我竟然要让你在所有面前丢脸 所以很独外 好猛哦 好像后来还有人学 所以真的有这个 还有人学吗 成为流行 对啊 他就这么细句话 回来我想说 你这样是羞辱了新郎 但是你爸爸妈妈也在下面 这样应该也 就我想都尴尬 但是听说 他爱也变成恨 我当时好久 好久没去婚 前一阵子去了一个 这是我朋友再婚 他离了婚再娶了 你的朋友都是这路 50多岁 所以 很好啊 你要再娶个20多岁 我觉得非常幸福啊 他们是真爱 然后最惨是他找我们那些同学们 都是50多岁的人去当兄弟 你可以想象吗 去接新娘的时候 门一打开嘛 然后20多岁的新娘 跟那个他的姐妹们 一看是一群 大叔 脑落残兵的大叔 大叔伴郎团 对对 一看完 少女伴郎团 他们以为一来一群 那种皇小明星的 一打开一群 叔叔伯伯 在那边 然后更惨 我们有传统香港 还要玩新娘 也是要玩游戏 还是要兄弟们带的 那我们50多岁了 都要我们坐伏地挺身 30个 对对对 这是基本 然后幸好我们有备而来 打了999 就护股车在门口 等待备用 都是带着销丧干油来的 我问你 我怎么听说 这个 这个很多女孩子 就是当伴娘的时候 跟那个兄弟那个团 找到男朋友的 是不是这个激励 因为我朋友在安排的时候 像我就是之前单身的时候 他会跟我讲说 又婷 你来让我伴娘 我帮你配一个 因为你们会很多时间相处 那个气氛 婚礼一定有一种气氛 在那个氛围 不管你这个 是不是离开那个场地 之后醒来 但是在那个当下 你会觉得旁边这个是 而且你当伴郎伴娘 你不觉得就像这个玉席吗 因为你也是要跟伴娘 新娘一样走一样的红弹 听一样的音乐 只是那个不是 你真的结婚的那一天 为什么我看任何人的婚礼 我都不感动呢 帮咱们的一个朋友 主持过一个婚礼 谁这么想不开找你 到后来有一个美国的 一个回来的那个朋友 就是那个李大奇 你知道吗 他人很好的 但是他说 文桃你怎么可以 这么主持婚礼呢 我说怎么了 他感觉出你的态度了 我一直在搞笑 我就在开玩笑 包括两个人就是说 宣布你愿意怎么怎么 对 I do 我在旁边也说一个 我说 I do 对 我觉得这是 他说 那是很神圣的呀 你这样 你这样给人幽默 好吗 你看我就 我就知道 在这个婚礼 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们是这样的 可是我也是很真实的 我不是故意搞笑 婚礼这种 是不是西方传过来的 比较 是因为这个 就是什么艳客 中国也有 我是非常嫉妒 你们都主持婚礼 我只主持过丧礼 我更惨 丧礼也是在搞笑 我说 有时候广东人说 早死早超生 丧礼搞笑 我认为有格调 不行 美国范儿的 真是 中国人就不那么 没这个幽默感 没办法 那个 可恵 当时 这 冠礼 散